从卡卡西出场开始算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我想大部分人的答案是爱迟到 而且还会编一些明显不着调的人 第二印象呢 那我估计就轮到清热天堂了 从卡卡西正式出场开始 清热天堂就成了他身上的一个标签符号 在第七班的抢铃档测试中 卡卡西边看着清热天堂边细耍名人 已经成了博影中的经典音乐 而在疾风传开篇的第二次抢铃档测试中 名人更是通过剧透清热天堂续篇 清热攻略的结局 使得卡卡西不得不捂住耳朵才抢到了铃档 可见卡卡西有多爱看清热天堂 只看这些剧情的话 大部分人会觉得卡卡西是一个闷骚男 但如果了解卡卡西的成长经历的人 会觉得不可思议 小时候的卡卡西在父亲奇目朔帽自杀后备受打击 于是成了一个只会执行任务的老血机器 是不可能看这个题材的数量 如果类比的话 谁能想象成年的幼或者左柱看清热天堂呢 有人觉得看清热天堂的这个习惯是源于代土 毕竟代土是为救卡卡西而死 对此事颇为内疚的卡卡西自那之后 一直想按照代土的方式活着 想替代土用他的血轮眼看着忍者世界 他爱迟到就是为了模仿代土 重视团队配合也是因为代土当初的话 可死前的代土虽然喜欢林 但无论是漫画还是动画 都没有他看过清热天堂这类小黄书的记载 所以卡卡西看清热天堂的习惯 也不是来源于代土 那今天我们就来解开卡卡西爱看清热天堂之谜 要解开这个谜题就要从水门端说起 卡卡西代土和林的关系可以说是 活影中最复杂的感情线 从四五岁起代土就喜欢林喜欢的不得了 只看早期的卡卡西外传的话 林对代土只是特别关心 并没有感情方面的描写 反而在这段剧情中 还有不少林喜欢卡卡西的暗示 甚至在代土死后 林对卡卡西有一次正式的表白 但卡卡西拒绝了林 还说自己是个人渣 卡卡西拒绝林的话并不是他当时的真心话 他只是觉得太对不起 刚刚为救自己而死的代土才那样说 毕竟代土喜欢林那是傻子都看得出来 那卡卡西究竟对林有没有感情呢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先说说在卡卡西拒绝林的表白半年后 在班的控制下物影村的暗部抓到了林 并把三尾基辅放到了他的体内 想把他驱赶到木叶解放尾兽再进行破坏 而卡卡西为了救林孤身与物影村的暗部战斗 林为了保护木叶仇准 实际主动撞到了卡卡西的雷切上 死在了卡卡西手里 以上这部分是站在观众视角的剧情 但站在卡卡西的角度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卡卡西怀疑可能是自己之前对林的拒绝导致了林主动死在自己手里 因为卡卡西并不知道林体内有三尾基辅 所以在林死后卡卡西无比自责 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对林的表白处理不当才酿成了这样的论文 他还因此经常做噩梦被吓起 接下来我们身巴下卡卡西对林究竟有没有感情 在卡卡西外传的开篇水门班为了庆祝卡卡西成为上人 约定每个人都要给卡卡西准备一件衣服 当然带土忘了这件事我们暂且不谈 林为卡卡西准备了特制的医疗包 她还特意在里边缝制了一个护身 我想谈过恋爱的女生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而那时候的卡卡西认为林的心意是没用的东西 还在林被眼影吞忍者抓走后拒绝去救她 这时候的卡卡西是将感情抛弃在外的 完全以任务作为忍者存在的标杆 直到在和带土的争执中带土说出了那句 我认为木叶白牙才是英雄 这句话虽然对卡卡西触动不小 但仍然没有改变卡卡西任务优先的想法 她放任带土一个人去救林 而自己继续去执行任务 可没走多久她就感觉之前的伤口隐隐作痛 这才让卡卡西想起了林之前为自己治伤的能量 想起了林的温柔 于是放弃任务转头回去和带土救人 而之后林对卡卡西的表白就是明舍 所以说此时的林是明确喜欢卡卡西的 而卡卡西对林也有安安的喜欢 但她还不太了解感情为何物 也正是有这层隐隐的喜欢 所以在正统的漫画剧情中 卡卡西才没有任何恋爱戏 也没有结婚的可能 在带土和林都死后 卡卡西内心一直处于自责的状态 为了逃避 她选择了加入暗门 借助大量任务来麻痹自己 然而这种状态并没有得到什么环节 消极的她于是先看了 忍者该怎样死去这本书 这时候她心里是想过自杀的 只是自己还有替带土看看这个忍者世界的责任在 所以她才想了解感情和爱情究竟是什么东西 想知道林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自己的拒绝才撞向了雷琴 而这时候描写爱情和感情的书最火的正是 这其实和后面的左锦看书学交际是一个道理 应该是暗本老师挪用了这个设定 左锦所处的跟和卡卡西之前所处的暗部某种程度上很类似 其实在火影连载时期 暗本老师就在回答读者的问题中回答过这个问题 她说卡卡西从18岁就开始看清热天堂 对卡卡西来说清热天堂的主旨就是爱 能学到忍者所需要的某种东西 而我们参考下卡卡西18岁的时候自来也42岁 正是一个作家创作能力最旺盛的时候 时间线上是毫无问题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自来也看卡卡西一直这么消沉 专门写了清热天堂送给卡卡西当作她18岁的生日礼物 其实从后面的剧情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卡卡西和自来也的关系是不一般的 自来也第一次回村的时候 只和卡卡西分享了关于小组织的情况 而在疾风传的开头 自来也带名人修行归来后 两人又是找了个僻静之处边吃边聊 可见自来也这个事业对卡卡西这个徒孙还是很看重的 在读了清热天堂之后 卡卡西的性格也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小时候有些尖酸刻薄的她成年后变成了一个成熟 坚定而且更加善解人意的前辈 可以说是清热天堂才让卡卡西变得如此的运 而且清热天堂还实打实地给她在之后的生活中带来了诸多好处 比如在第七班的第一次见面会上 当卡卡西问大家的梦想时 小英暗示喜欢的东西和梦想都是祖宗 卡卡西内心的独白是这样的 女孩子到了这个年纪恋爱和人数比起来 还是恋爱更重要啊 这可能就是清热天堂给卡卡西带来的知识 她此刻可能也想起了 毕竟这时候的小英和那时候的林是差不多的年纪 当然可能是自来也的文笔确实不错 卡卡西天天研读《清热天堂》久而久之就真的爱上了这本书 在自来也出《清热天堂》续集《清热暴力》和《清热攻略》的时候 作为忠实粉丝的卡卡西都第一时间败读 在自来也出周边电影的时候 卡卡西那也是不甘忍后 第一时间去贡献电影票 只是估计卡卡西自己也没想到 她的这种追星行为以后居然起到了大作用 自来也战死在云影村之后 身作仙人带着自来也留下的暗号来到了墨烈村 刚手赶紧让陆丸负责破译暗号 以聪明著称的陆丸这次面对自来也的暗号也是一筹莫展 于是她找到了和自来也最熟悉的明媛 明媛看着自来也的暗号很奇怪 因为在一群数字中居然有一个偏假 这时卡卡西从窗外说话 她说自来也的作品中只有一部 也就是《清热攻略》中的题目中带有这个偏假 之后在卡卡西的朗读下 陆丸他们才破解了暗号 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还是作为忠实粉丝的卡卡西更了解自来也 在《博人传》中 已经从火影位置上退下来的卡卡西还是每天都看《清热天堂》系列 当看到佐助正为如何跟女儿相处而烦恼时 卡卡西又跑了出来 向佐助介绍了《清热天堂》的续作恋爱攻略 让佐助用书中的秘诀来和佐良娜相处 比如给她起个可爱的外号什么的 佐助还真就按照卡卡西的意思称呼佐良娜为小花生 这也是佐良娜小花生外号的由来 但卡卡西是按照书中的记载传授的失恋爱技巧 和妇女相处完全不搭边 这让吃了别的佐助扬言要把卡卡西扔到河里去 可以说卡卡西一开始接触《清热天堂》只是为了了解爱情究竟是何物 但越看越入迷 她逐渐地就把书中写的东西当成了人生信条 所以才会闹出刚才的笑话 但卡卡西对《清热天堂》的喜欢还是一如既往 甚至她还带着阿凯和原飞未来去了《清热天堂》电影拍摄的曲景地 这是卡卡西一直以来的素月 看卡卡西激动的样子 原飞未来都对《清热天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非要看这本书 结果遭到了卡卡西和阿凯的一致反变 这要是让未来看了 估计半夜阿司马就会来找他们了 卡卡西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接触的《清热天堂》 对于亲朋好友死光的他来说 《清热天堂》逐渐地成了他生活中的必需品 而从书中学到的东西又帮他顺利地领导了第七班 不过第七班的三小强都过于优秀 在成年后都成了独当一面的人者 卡卡西再次成为孤身一人 而陪伴他的除了木叶的苍蓝猛兽之外 就又只剩《清热天堂》 这对于注定单身的卡卡西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好了 关于卡卡西为什么爱看《清热天堂》 今天就说到这儿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 拜拜